当宇智博班遇到宇智博又会怎么样 这波 我占有这边 在这个世界 两人为了争夺最强宇智博名号而大打出手 夕阳下 又独自一人坐在悬崖上 仔细看 他的身份出现了一个人影 来者正是宇智博班 班表示 听说你是幻术最强者 让我看看吧 又没有答话 身体化作乌鸦散开了 班爷率先发起进攻 完全不讲武德 六神反应也非常快 轻易就躲开了 随后两人开始了起步进攻 一番争斗后 又脱下了外套 脱出短剑 展开了新一轮的宫室 刀光剑影间 双方都没有落入下风 又 一一箱起舞了 六几波被击飞的短剑 将天照的火焰附在了短剑上 班表示 敬请取悦我爸 拿出你所有的力量 又挥了回手 又是一轮刀光剑影 一番争斗后 班夺过了又手里的天照剑 一个猛烈的刺激 就插入了又的身体 班走向了倒在地上的又 直接右身伸出手 随后朝左边指了指 班转头看向右指的方向 远处的一只乌鸦朝这边飞来 又找准时机 跳上了乌鸦的背部 这只乌鸦好像在哪天 走动呼叫迪达了 又控制着乌鸦 急速往班身上倒去 他找准时机 用实力打了班爷的脸 又还是这么悠然 随着烟雾退去 原来刚才只是击中了班的分身罢 就在此时 红树的较量终于要开始 又被幻树困住 他立即解映 瞬间破了班爷的幻树 这一脚怕不是十年的功力 远处红光四起 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出现了 有的须左门乎比 班爷不屑冷身道 你一箱起舞吗 这就是碾压吗 这体型差距太恐怖了吧 用来什么和他打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